刚刚在一场香港民园聚会上 两位大众熟知的豪门阔台 罕见的合体了 那就是郭晶晶和李嘉欣 在照片中 李嘉欣相当夺目 穿着粉嫩 妆容精致优雅 状态相当好 已经快要迈进53岁门槛的她 在人群中依旧十分亮眼 相比于李嘉欣的重心捧月 郭晶晶的位置就显得靠后很多 在第二排的人群中 只露出一小节身子 妆容 发型也相对素雅简单 和李嘉欣的精心打扮 完全是两个画风 郭晶晶的低调和李嘉欣的高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奇怪的是 网友们却对坐在中心位置的李嘉欣 并不买账 反而一致夸站在边缘的郭晶晶 在他们看来 世界上的明星有千千万万 但是为国争光的世界冠军 却很难得 而且郭晶晶的低调 正证实了她的不争不抢 是真正的豪门风范 确实 这种有自己的事业光环 不依靠加入豪门 晋升阶层的女性 更加有魅力 郭晶晶的低调不炫耀 其实真来自于自身实力过硬 人们想起她 不会说 这是某某某的太太 而是 这是世界冠军 郭晶晶 同理的还有赌王二房的掌权人何超穷 在子女众多的赌王家族里杀出一条血路 和赌王四房的高调相比 何超穷一直很低调 也从来没有营销过什么噱头 全凭自己本事在家族里站稳了脚跟 外界自然对她也是佩服居多 再看看李嘉欣 虽然说已经嫁入豪门15年了 但却依旧没有学会 郭晶晶和何超穷身上的低调气质 爱炫富成了她的日常 晒奢侈品 晒聚会照 晒游艇 李嘉欣的生活里 到处都充斥着奢侈的气息 在日常生活中 还特别爱分享自己在电梯间的照片 就是这样无意间暴露出家境的一角 让外界惊叹她的扩胎生活有多优越 自从结婚后 李嘉欣就彻底吸引了 只是偶尔出现在大众面前 她的社交平台呈现的 完全是个悠哉游哉的扩胎代生活 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以看出不飞的家底 然而就是这样爱炫耀的李嘉欣 其实日子并不如外界想得那么奢侈 早前港媒爆出 在许静亨父亲去世后 就将家族遗传一分为二 一部分做慈善 另一部分成立信托基金 许静亨 李嘉欣夫妻俩 每个月娶钱花 说起来 自从长子去世后 许静亨就是许世勋唯一的独苗苗 但奈何许静亨无心事业 常年和各种女性划边不断 先是和刘嘉玲在一起 接着和何超穷强强联姻 却没有维持多久 直到在争议中娶了李嘉欣 所以 虽然许静亨家大业大 但更多的像个空壳子 对于夫妻俩来说 眼瞅着金山银山 却只能每个月按时拿钱 豪门底气也打了折扣 在郭晶晶和何超穷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 奢侈品只是他们的点缀 他们本人比那些珠宝更亮眼 但对于李嘉欣来说 虽然顶着最美港姐的名头出道 但是作为演员多年 演技算不上扎实 却时常卷入和富商的绯闻中 在外界的眼中更多的是急功近利 口碑自然也跌落了下去 这么多年 他没有升华自己的内在 让大众看到李嘉欣的存在 而是通过无数的珠宝 将自己堆成了一个亮眼的花瓶 相比李嘉欣 郭晶晶早已活成人人羡慕的大女主 还记得去年香港那两次非常著名的聚会吗 一次是号称贵妇天团的聚会 千亿贵妇徐子齐 富三代林田 明星贵妇李嘉欣等等都悉数到场 可以说 这次聚会把港圈的贵妇名媛一网打尽 但其中并没有郭晶晶 而在另一次 在富婆冯于木庄的聚会上 郭晶晶也仅仅出席了前面的小活动 从现场放出的照片来看 虽然说是随便拒绝 但规模和规格都很高 去到的贵妇都是盛装出席 只有郭晶晶穿了一件旧的联衣裙 落落大方的气质 与现场浓妆艳抹的名媛们完全是两个画风 尤其是聚会结束之后 名媛们来了个大合照 但左看右看都没有郭晶晶 郭晶晶哪里去了 是被踩掉了吗 合照中被踩掉 在这个圈子里并不是罕见 前用红黄被杂志主编踩掉 气得他自己发了原图 表示自己还在 后有张子怡踩掉杂志主编 逼得网友一通好找 才找到了角落里被踩掉的人 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圈子里比比皆是 见怪不怪了 不过 对郭晶晶来说 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 因为不仅因为他背后是绝对实力的家族 还因为他自己就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星 他参加活动 从来都不是借助活动的光芒 大多数情况下 活动都是因为有他而显得更有意义 对他而言 不需要用应酬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他每次参加的聚会不是为儿童捐款 就是为社会大众做慈善 他可不是简单的豪门阔态和名媛 他就是豪门 而且他的豪门是自己一手一脚拼出来的 一般的豪门儿媳都是从小培养 为的就是嫁入豪门 比如许子齐 从小父母就按照名媛的样子培养 为的就是嫁入豪门 他从小到大双手没有干过家务 他母亲说 因为那样的手带钻戒才好看 李嘉欣一如是 从小母亲就按照豪门贵女的标准要求他 学礼术学规矩 他成年后所有的一切为的就是嫁入豪门 但郭晶晶不是啊 他从头到尾做的都是自强的自己 2004年 当霍启刚在电视上看到郭晶晶跳水的时候 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那种对自己事业的专注和笃定 那种面对大赛气定神闲的镇定超然的气质 打动了见惯美女的霍启刚 郭晶晶美不美 当然美 皮肤白皙 身材修长 美眼如画 但单凭外貌 他不是最好的 霍启刚从一开始爱的就是郭晶晶的灵魂 之后 在接待体育代表团的晚宴上 霍启刚见到了郭晶晶 开始了追着郭晶晶跑的生活 郭晶晶在哪里比赛 他就跟到哪里 背着照相机 焦点从未离开 以至于多年后 有人采访郭晶晶恋爱经历 郭晶晶简单总结 一般都是他追着我跑的 他还和霍启刚约法三章 但不能影响训练 不能耽误比赛 也不能到训练厂找他 一般人看来 霍家家财万贯 郭晶晶只是个普通女孩 她和霍启刚谈恋爱是高攀了 在一次采访中 曾有这样一个问题 和霍启刚恋爱压力大吗 郭晶晶笑着说 我没什么压力 我觉得启刚有压力了 他说2008年奥运会 如果我没拿到金牌 人家会骂他的 郭晶晶对自己的自信 从来不是外在的浮华 而是自己的绝对实力 2008年郭晶晶奥运夺冠 给他颁奖的 正是他未来的公公霍振亭 这样的荣耀和温情 放在哪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2012年郭晶晶霍启刚结婚 各界名流 悉数到场 媒体用的词是下架 婚礼上 霍启刚高兴地像个孩子 一个劲地示意 郭晶晶要挽住他的手 像是有了一件西式珍宝 迫不及待地想向世界炫耀 关于他们的婚姻 还有一个小插曲 郭晶晶退役后 想要学习 霍启刚完全尊重了 他的意愿并全力支持 所以 霍启刚是耐心等到 郭晶晶从英国留学回来 才完成的终身大事 婚后 郭晶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和所有的考证一族一样 他也熬夜考证 一步步从运动员到裁判员 东京奥运会 他担任了裁判监督员 一个人拖着箱子 穿着简单的衣衫 没有前护后拥 自自然然地去工作 事实上 嫁入霍家 郭晶晶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在他的影响下 搬家的时候 霍启刚背着蛇皮袋子 自己一袋一袋背东西 郭晶晶身上 从上到下的名牌经常被扒出 但大都是平价货 就连小朋友的日用品也不例外 即使参加重大的社交活动 他穿的也是普通的衣衫 头上扎的是五毛钱的头绳 给孩子们买衣服 也都是去的平价店 还要货比三家 重要的是 他不是做秀 被拍到他在平价店 给孩子买的衣服 最后都出现在了孩子身上 和其他豪门领着孩子 在逛奢侈品店 炫耀财富不同 郭晶晶的亲自生活 朴实又接地气 他带着孩子插秧 穿着朴素 丝毫没有豪门的包袱 从大女儿开始 郭晶晶就教导女儿 自己动手劳动 逢年过节 都是两个女儿和大人 一起收拾家 买了大件的花草 也都是让孩子自己抱回家 完全没有一点娇气的样子 嫁给霍启刚 郭晶晶始终做的是自己 他在霍启刚身边很少珠光宝气 参加活动的衣服 几乎就是日常穿着 出席舞会 也能穿着羽绒服 大方自信地站在舞台上 而面对郭晶晶的朴素 霍启刚从来没有表现出 一丝一毫的局促 从来都是满满的骄傲 有着这样强大内心 接纳自己 自强努力的郭晶晶 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不好的事情 所影响 对他来说 CV早就不重要了 因为他在哪里 哪里就是CV 家族合影 公公霍振亭 也能让他站在中间 霍振亭曾开玩笑 说郭晶晶不给他面子 即使他去看孩子 郭晶晶也会严格要求 好好做完功课 否则就不能和爷爷玩 他没有惯常豪门媳妇 对公公的伏地作响 也不会看着家长的脸色 言不由衷 他对长辈尊重 但在人格上 他们是平等的 多年前 和独王合影的时候 他也不曾怯场 稳稳地站在中间 这样一个经历过赛场 千锤百炼的女孩子 这样一个创造了 无数奇迹 刷新了那么多记录的女孩子 早就不是 普通意义上的名媛了 她本身的光芒 胜过任何珠宝华福 她首先是郭晶晶 然后才是谁的妻子 谁的儿媳妇 相比只能作为某某夫人 某某女儿出现的名媛 她真的很高级 她不需要名媛聚会 是名媛聚会需要她 也是因为有底气 她才敢于不依靠珠宝 出现在公众面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其实 与其说是排挤 不如说是羡慕 因为很多人 即使拼命 也无法获得的尊重和认同 她早在成为霍启刚妻子之前 就获得了 你能感到 我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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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想